周志刚 周志刚和丙坤的婚事 和把家里的情况看明白 最后看了一眼郑娟的手 下一秒 久责怪丙坤为什么不娶郑娟 然后他请郑娟出去 和丙坤一对一谈话 一句 郑娟是周家的大恩人 说哭了门外的郑娟 也说 哭了身为观众的我们 见识了各种扎爹之后 国产剧终于出了一个好爹 令周富在观众中口碑下滑的 是他在全家拜年的一场戏 去了三家 摆明是要显摆有两个北大儿女 老一辈的邻里 自带一种心知都明的默契 大伙甘作捧本 猛夸丙毅和周荣 周荣的一脸高傲 和不知感恩 令丙坤和无业的证捐的局促加倍了 周富辛苦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培养出一对争气的儿女 半身辛苦 就为这么一刻 观众能理解 不理解的是 周志刚对丙坤的慢待 从此 父子二人三年不说话 但这场戏也让人感到之子没落父 实事求是的说 丙坤读书确实不行 周富骂他也没骂错 后来丙坤出戏了 给全家换了大房子 退休的周志刚坐在新房里 和丙坤在床上背对背 从平静到激烈的争执 周葱踢了爷爷一脚 丙坤立马踢了儿子 最后 丙坤那句有儿子的人还能被跌揍 挺幸福的 又让观众破了大房 国产剧的吵架戏 让都这么拍 狗血剧就不存在了 越是品味故事中人的猪斑命运 越是觉得他才是人生一切追问 风雨与坎坷所指向的终点 我一样爱着 人世间值得